大家还记得上周我们的视频里面我们说到过 在奥兰多大家都喜欢的温德密尔市 只有一个百万美金以下的新社区 但是现在Ryne Home刚刚宣布它有一个新盘要上市 我们今天就在大家在这个新盘上市之前 来看一看它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刚刚一宣布这个新盘要上市 81套房子里面5套就已经一下子卖掉了 我们所在的这个样板间呢 它的户型叫做Rochella 它是一个268平米三个卧室的独栋别墅 但是因为是样板间 所以开发商做了结构上升级 把它升级到5个卧室290平米的独栋别墅 那么我们首先带大家来看一看 它一楼是什么样子 首先一进门 这个玄关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条高是3米高 这是一楼整个的标准层高 在玄关的左手就有一个小的卧室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卧室 它的这个小卧室呢 现在是被设计成了一个书房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两面墙上都有窗户 采光非常的不错 它有自己单独的衣帽间 为什么说这个卧室也是一个升级呢 其实它的升级在卧室对面的这个洗手间 标准户型里面它是一个半洗手间 但是为了让它的功能性更强 作为一个独立的卧室 把它升级了一个干湿分离三分离的洗手间 那么在洗手间里 它不但有自己的淋浴房 有马桶 还有一个标准高度的台下盆 所以这个房间如果你不想用来做卧室 不想用来做书房 而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客房的话 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接下来到它的主客厅看一看 那我们现在回到玄关 看一看它的玄关是怎么样设计利用的 首先在玄关走廊的左手呢 这里有一个衣帽间 它离正门其实不远 非常方便 如果你有衣帽鞋子 或者作为储藏室都非常方便 那么接着往前走 这里是一个正式会餐的区间 它也有单独的窗 非常的方便 这里放了一个六人长桌 绰绰有余 放个圆桌的话也绝对不是问题 那么在正式就餐区间的对面呢 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实际上 是开发商现在暂时用来做 售楼布的双车库 那么在双车库的再前面 这个其实是巧妙地运用了 楼梯下面的空间 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储库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起居室和开放性厨房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它一楼的起居室 这里呢它大概的面积是五米二乘五米八 层高也是三米 大家可能意识到它基本上在每一扇墙上都有无数的窗户 所以它的采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接着往前走看一下它的开放性的厨房 在厨房和起居室中间呢 它也做了一个额外的用餐的空间 实际上越来越多我看到家庭 特别是人口并不是特别多的家庭 如果有这个倒台把它作为一个早餐桌 再加上那里有一个正式用餐的位置 这里完全可以开放起来 让它看上去更加开阔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厨房 整个厨房呢都使用了标准的42寸石木的这种吊柜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花岗岩的倒台 然后台下盆和洗碗机当然都是标配了 它这里做了一个升级使用了嵌入性的这种双烤箱 并且使用的是通用电器品牌的一种智能型烤箱 在这里呢它用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玻璃面板的灶台 这里可不仅仅是一个 这里可不仅仅是一个微波炉哦 它的微波炉实际上也装了抽到室外的抽油烟机 如果你喜欢在家里烹饪炒闸的话 这个就非常方便又轻又容易清理打扫 双开门的电冰箱当然也是标配了 那么这里呢 这个空间是通到双车库的这一个走向双车库的门 那么如果你在美国住习惯的话 你可能会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大部分都是开车回家 然后从车库里面直接进到房子里 所以你就会从这扇门进来 所以它这里额外呢给你特别贴心的留了一个位置 可以放一个长凳让你用来换鞋 或者是在这里放一个桌子让你随手放自己的包和钥匙 非常的贴心 这里呢是一楼的空调间的一个操作室 那么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一下它这个双开门的非常大的一个储物间 这里是专门留给厨房 用来放一些干货罐头等等的一个储物空间 那么最后在一楼 我们还想给大家特别指出来 这个户型它的整个面宽是50英尺 它的镜身至少有125英尺 有一些地块因为它地形的特点 它的镜身甚至可以达到136英尺 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面宽呢 后院里的小家的院子就非常大了 那么这里它做了一个升级 做成了一个冷二 它楼上有顶 你下面就可以放躺椅 或者是放一个室外的餐桌 等到天气好的时候 完全把这个双开门打开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你厨房 以及客厅的延伸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 它的二楼是什么样子的 以上到二楼呢 首先进入你眼帘的就是 左手这个非常大的起居室 那么它这个起居室呢 实际上也是这个户型开发商做的一个结构上的升级 使它的整个使用面积增加了20多平米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有三扇窗户 它的采光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面积确实也是够大 那么除了这个起居室之外 二楼上还有四个卧室 包括一个主卧套房 一个客套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看两个小的卧室 和它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在这个起居室的左手边 在这里我们有两个小的卧室 并且共同的使用了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呢 实际上是开放型的共用洗手间 如果客人或者主人在二楼起居室上 也完全可以使用 它在这里采用了一个干湿三分离的设计 并且安装了两个台下盆 和很多的抽屉来放各种的杂物 那我们接下来到它的第一个小卧室去看一看 它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个小卧室 它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公主房 而且是一个美人鱼的主题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个房间里面呢 同样是在两扇墙上都有窗户 所以它的采光非常的好 那么它这里也有一个双开门的衣柜间 所以大小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去看它下一个小的小卧室 是什么样子 这个小卧室虽然只有一个窗户 但是它采光也非常不错 也有自己单独的这个衣帽间双开门 它的整个风格是设计成了一个 男孩的这种冲浪的格调 我们接下来到主卧套房和客套去看一下 一上楼梯呢 在右手边我们就首先有主卧套房 一个客套 以及它的洗衣房 在洗衣房的门口 有额外的留有的一个储物间 可以放一些杂物 那么先来看看它的洗衣房 洗衣房的里面装的是二楼的空调机工作间 那么这个洗衣房它不但有额外的窗幅采光非常通透 它有足够的位置来放洗衣机烘干机 开发商做了一个简单的架子 其实这里你也是完全可以额外的装一个吊柜的 更多的室物空间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客套 这个客套它是一个单独的卧室 加配加了一个独立的洗洗手间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是一个干湿三分离的洗手间 实际上它做的是一个升级 在这个客套它的标准配置呢 是一个卧室 另外加一个非常大的 步入式的这种衣帽间 那么它这里做成了一个套房 不管是住老人还是住客人就更加方便了 它也有自己单独的窗户 也有这个双衣帽间 所以非常方便 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它的主卧套房 我们最后带大家看一下它的主卧套房 这个主卧套房它的面积是三米六乘四米 它的挑高也是八英尺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装了两扇窗户 采光非常的好 这里放的是一个一米八的双人床 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屋子小是不是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主卧洗手间 首先一进到主卧洗手间呢 右手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步入式的衣柜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衣柜间的大小 它的这个衣柜间是一个U型设计 这里面除了可以放所有的衣服鞋帽之外呢 它也装了一个就是电器配箱 用来接所有的网络设备 那么衣某间一出来右手就是一个带隐私门的马桶间 当然因为现在是样板间 所以它的这两个房子都还没有安装门 再往前走这是一个升级的浴缸 在标准的户型里面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浴缸设计的 但是加上浴缸之后特别是做自己家的房子就非常实用了 上面也有额外的窗户增加采光 那么接下来往前走的就是一个不小的步入式的一个冲凉房 在冲凉房的后边还是有一扇窗户 大家是不是有感觉这个二楼也好 一楼也好 只要是有墙的地方 开发商就尽可能的做了很多的窗户 所以整个户型采光非常的好 这里面它也采用的是两个台下盆 安装了很多的抽屉 然后石头柴面也是这种非常高强度 非常耐造耐用的这种石英石 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继续往前走 它在这里额外做了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所有的浴巾肥皂等其他的杂物 整个洗手间的面积虽然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的功能还是非常的齐全 基本上把你会用到的 享用到的以及巧妙的利用了 它的这个采光的这种区间 所以让整个洗手间看上去 就非常的通透 非常的领时用 那么最后按照惯例 我也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这个小区以及这个户型的想法 首先第一点呢 这个小区的位置是非常好 它在我们奥兰多地区 大家人见人爱的温德米尔市 至于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么好 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 它在温德米尔市的位置吧 这个小区距离429高速19号出口 只有七八分钟的车程 那么大家也知道 在19号出口那里 担有一个非常大的室外购物中心 不管是消费也好 购物也好 餐饮也好 都有非常多的选择 所以住在这里到那里去呢 就非常方便 那么它离我们耳熟能详的 温德米尔Pripe 那个私立学校呢 也只有六分钟的车程 它去Orange County National高球打球的话 也不到15分钟的车程 去迪士尼也有20分钟车程左右 所以总体来说 它的位置非常方便 那么第二点 我们来说说这个小区的配置 以及它的低持有成本 这个小区是一个开放型的设计 它总共有81套房子 它在小区内部呢 有很多天然的小湖 在湖上也有专门可以钓鱼的小码头 也有小狗公园 但是它的物业费只要70美金每个月 所以不管是资助也好 投资也好 你的持有成本都相对较低 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户型 这个户型呢 它的标准使用面积是268平米 三个使用卧室的一个独栋别墅 作为样板间 开发商把它升级成了290平米 五个使用卧室的户型 当然它的成本上也增加了7万多美金 至于这个合不合算呢 完全要看你的个人需求 我觉得如果你是用来做投资的话 可能四个卧室就足够了 因为从整个的奥兰多地区 独栋别墅的这种数据统计上来看 它的主流还是四个卧室的房子 但如果你是自己家住的话 并且有这个需要 那么做五个卧室也不为过 这个小区的正式开盘日期是7月11号 那么从上周末宣布预售之后呢 五套房子就一下子都卖掉了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户型 或者是喜欢这个小区的话 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享受它的预售价格 我是奥兰多房地产经纪人许丽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 下次跟我们一起看奥兰多的好房 如果你对这个小区 或者是这个户型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留言栏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